如果朱立倫主席也同意的話 我想馬前總統願意來配合兩位 馬英九是個老實人 要小心不要被柯文哲這樣利用 柯文哲今天早上有表示說 就是近期會跟朱立倫來進行會晤 那這部分會希望找馬前總統來做為證人 我想如果朱立倫主席也同意的話 那我們基於要促成南白河 下加民進黨 我想馬前總統願意來配合兩位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 太多的民調已經顯示 南白分該選根本不會贏 我必須在很鄭重的跟我們的立委 或者是國民黨的同志喊話 大家要認清現實 這個時候如果主張南白分不要合 就是在支持賴清德 我覺得馬英九要小心 君子可欺之以方 馬英九是個老實人 要小心不要被柯文哲這樣利用 馬英九也要注意 現在不要讓人覺得他想跟柯文哲在那一國的 來對抗國民黨 現在馬英九如果天天去跟柯文哲在那邊唱歌 我覺得是不好 馬英九馬辦要注意這個問題 藍白河的話 柯文哲要讓侯友宜五個百分點 我還是這樣堅持 因為這是政黨實力 對柯文哲來講 他政治叮子戶 我真的覺得他就是政治叮子戶 就這樣漫天要降 你要不要嗎 我輸了無所謂 我反正民主黨五席不分區 變八席變四席 我也不算輸 我都是贏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辦法出來 雙方都覺得說 我還有可以一拼的機會才可以的 有四席是嗎 提法人 有四 ste意ji 125分